頭戴綠色安全帽女子 在飲料店櫃台前 千叮咛萬交代 要把15杯飲料送到對面水餃店 但沒想到卻是飲料店家 噩夢的開始 是我送的 然後他說那邊沒有人叫 這名40多歲郭姓女子 8號下午在屏東市的某間飲料店 一出手就是17杯飲料 而且每杯都是高單價 算一算總金額大約將近900元 不過當時郭姓女子沒有先付款 反而跟店員說我上班要遲到了 先拿走兩杯 剩下的你們幫我送到斜對面的水餃店 老闆娘說要請客 但最後水餃店卻表示說 根本沒有叫飲料 甚至也不認識這名郭姓女子 因為他另外兩杯有拿走 所以我們是可以跟他砸氣 其他的話我們就是請人家喝 店家氣的把監視器公布在臉書上 同時立刻報警處理 因為這筆訂單 已經不是純粹的惡作劇 而是已經觸法 根據了解這名郭姓女子 疑似在屏東其他地區 也用相同手法犯下多起案件 目前警方已經聯繫 被當事人道案說明 但是為了兩杯飲料 可能會背上詐欺罪 這樣做真的值得嗎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